好 又到了和大叔一起浪费钱买买买的时间了 今天这个 哎呦 你看到了吗 还亮了一下灯 没按 这样才是亮 要按久一点 那今天这个影片会比较尴尬 就是说这个不是我的吉他 是我帮一个朋友卖的 但是我也得说他弹不上是一个好吉他 他有一些缺点 第一个他不是特别好按 然后 另外他的学习方法也是我比较不认同的 因为他有一个APP可以下载 下载之后你弹的歌 他会亮一些点让你去跟着按 那这个不是我觉得合理的学习方法 我在教学生的时候 我觉得连看六线谱我都不建议了 我觉得音乐要从里面伸出来 而不是看着按 那看着六线谱按 更严重的是看着白色的小点点按 这个就会让我想到 我小时候在百货公司看到的 有一种钢琴 它是会亮灯 然后你跟着它去按 还有一种油画 是很多格子 上面有数字 什么字填 什么颜色 你就跟着去填 我得说我小时候看到这两样东西 我身上有一种毛骨悚然的不寒而栗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是艺术吗 我觉得很可怕 它就是一种 但也不能否认它很辛苦 它也是一种技术 你要能够准准的跟着按 准准的跟着按 准准的跟着画 也是需要一些技术 但是它绝对不是艺术 讲完它的缺点 也要讲一下它的优点 比如说我说 来各位同学 我们在三弦的五品座位 都开始 按下去之后 吉他就 对的 在教学的目的上 这样是蛮炫的 就是可以让你的学生看到 你的吉他的纸板的灯就亮起来了 或者是说 好我们来弹一个G和弦 吉他就 那想要这把琴 我觉得要有一些限制 我朋友会卖得很便宜 但是要有一些限制 就是 首先你要自己去下载这个APP 叫做弹琴霸 而且这个弹是简体字的弹 你下载之后 其实它有些功能是很不错的 比如说它可以 像这个反向的去查和弦 比如说你 点好之后 它就告诉你 这是一个Gmajor 7 这件事情是很好的 它还会告诉你 Gmajor 7 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按 然后你选好之后 它还会真的 在这里亮起灯来 比如说你看 Cmajor 7 就是我的体会 我会看到 你会看到 我会看到 在这里的 上载之后 我会看到 你会看到